命命中安排鼠蛇人有这些遭遇,就是为了度你一生。 鼠蛇人要知道,在命理学的角度下,人可以按天干地之、五行相生相克,以及八字命盘等多重因素来解析人生规律。 鼠蛇人的一生,也同样在这一系列看似玄妙的规则中逐步展开。 在命运的长河中,鼠蛇人的一些经历和遭遇虽然看似偶然,但冥冥之中却早已安排,这些安排不仅塑造了他们的性格,也引导他们在不同的时期迎接各种挑战和机遇。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鼠蛇人一生中的吉凶浮沉和命理安排。 根据命理学,蛇在十二地之中对应似火,属于五火之后的时辰。 很早的时候,古人便观察到蛇的特性,灵敏,智慧,且具有强烈的求生本能。 这些特质在鼠蛇人身上常常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命盘来说,这些特性源于其命局中五行火之气的浸润。 五行火代表着热情、活力以及创造力。 因此,鼠蛇人的生命旅程往往充满了机遇与挑战。 在命理学中,每个人的运势会随着岁月流转而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与天干地之的循环密切相关。 对于鼠蛇人来说,他们的命运特别受到无火和尘土的影响。 当这些元素与年、月份的天干地之间合时,便会形成不同的运势节点。 鼠蛇人的人生初期蒙兽的考验,可以说是命理中的一种历练。 在早期的命盘中,常常会出现活土相克的情形,使得他们在人生成长道路上遇到各种障碍。 这些障碍,就如同火焰中的锻造,让鼠蛇人在困境中磨炼自己的意志与智慧。 这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如意,甚至倍感艰辛, 但正是这些困难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坚毅而智慧的个体。 当鼠蛇人进入中年时,命理中的运势节点也开始转变,逐渐步入吉祥之境。 这段时间,他们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 尤其是39至45岁之间,在命盘中往往出现天干地之相生的格局。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意味着他们的运势开始好转,一个个宝贵的机会陆续涌现。 鼠蛇人天生的智慧和坚毅,此时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许多过去无法实现的目标仿佛在这个阶段得以水到渠成。 例如,他们可能会遇到贵人的相助, 事业上的贵人就像命运的安排一般, 适时地伸出援手,助他们一臂之力。 这段时间的财运也会显着好转。 据命理分析,鼠蛇人在40岁之后五行中火,土象生的格局逐渐形成, 这意味着他们的财富运势将逐步增强。 在这个时期,他们可能会发现投资机会并借此累积财富。 无论是在职场上获得晋升,还是在商业领域中找到合伙人, 鼠蛇人此时的财富来源将更加多样化,同时也更加稳定。 这些财富的增加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丰收, 更是心灵上的安稳和满足。 在健康方面,鼠蛇人中年的身体状况逐步好转。 之前的困境和压力虽然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一定的磨损, 但同时也让他们更加重视健康。 这段时间,应当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适度的运动将有助于他们的身心康健。 命理中的五行平衡不仅仅是外界环境的协调, 更包含了内心世界的和谐, 鼠蛇人在这个阶段会逐渐找到身心健康的平衡点。 进入晚年,鼠蛇人的运势可谓是愈加稳定。 在命盘中表现为天干地之稳定, 五行相生之举, 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将会逐渐安逸。 这段时期,经过多年打拼鸡肋的财富和经验, 让他们得以享受安逸的晚年生活。 命理学上,这段时间虽然没了年少的惊涛骇浪, 但却是鼠蛇人最为安稳快乐的黄金岁月。 他们会逐渐学会享受生活的乐趣, 关注家庭与亲情, 这些都是命运赐予他们的宝贵资产。 环顾一生, 我们会发现, 冥冥之中鼠蛇人所遭遇的每一个经历,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都是命运的安排。 这些安排不仅塑造了他们的性格, 更度过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透过命理学的解析, 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这些经历背后深邃的意义。 鼠蛇人一生的吉凶浮沉, 无疑是一种人生智慧的体现。 总结而言, 鼠蛇人的一生充满了转折和变化, 这些变化看似偶然, 实则是命理中的必然。 无论是早年的困境, 还是中年的崛起, 亦或是晚年的安稳, 这些都是命运对他们人生的精心安排。 作为命理学的学者, 我们应该认识到, 这些安排并非单纯的机缘巧合, 而是深藏于命局中的命运法则。 希望鼠蛇的朋友们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人生命理, 善用智慧去迎接每一个挑战和机遇, 最终度过一生, 达到人生的圆满。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 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 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 好好的读一读, 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 老子有言,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这茫茫天道, 虽然没有任何亲戚朋友, 但他终究会眷顾那些内心善良, 有着一定缘分的人。 人间或许不公, 可老天终究是公平的。 有些人比较富贵, 所以老天不给他任何照顾, 那他就会有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的遭遇。 也许一段时间后, 他就变穷了。 有些人比较普通, 越活越卑微, 所以老天就给他一些照顾, 让他抓住了机会, 从而实现命运的改变。 这, 就是我们常说的出人头地。 过分贫穷的人, 终究有翻身的那一天, 而过分富贵的人, 也会有落魄的那一刻。 所谓人无千日好, 花五百日红, 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的安排, 自有他的深意, 我们只需要坦然接受, 那就可以了。 曾世强教授说过, 很多人问我你信什么, 我都会跟他们说我信老天, 你不信老天, 那你又能信谁呢? 老天, 才是最为高明的。 要知道, 老天让你经历这些事, 目的就是为了度你一生。 老天让你受尽苦难, 就是为了度你。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 受苦, 到底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呢? 所谓宝剑峰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魔力, 所有的经历, 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 你没有接触过黑暗, 那你就无法拥抱光明, 你没有经历过挫折, 那你就不会拥有成功, 你没有吃过一定的苦, 那你就无法珍惜当下的甜。 就拿赚钱来说, 没有吃过赚钱之苦的人, 根本不懂得赚钱的艰难, 那他们就不会珍惜 一厘一毫的钱财。 唯有你吃过赚钱的苦, 那你才懂得节俭, 才能够存下一些钱。 与其说, 苦是必然的经历, 不如说苦是让我们浴火重生的开始。 古往今来, 无数成功的闲人名士, 都是在腥风血雨中闯出来的大能人。 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 那是受尽苦头的。 老天让你暂时失忆, 就是为了给你指引正道。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过了知天命的年纪, 你回头一看, 那你就发现, 原来自己的人生轨迹 是如此精妙且有逻辑的。 而这一切, 都是命运女神最好的安排。 人, 无法规划出如此精妙的人生轨迹, 唯有命运, 才有这个能力。 比如说, 你适合做生意, 但你非要去成为老师, 那你很有可能会事与愿违。 也许, 你会痛恨命运不公, 为什么自己如此努力, 还是没有成就。 过了几年, 甚至几十年, 做生意赚了大钱的你, 自然就生出感恩之心, 如果不是当初的事与愿违, 就不会有今天的累累说过。 老天让你暂时失忆, 走了一条你所不情愿的路, 这并非是老天想害你, 而是他知道, 如果你继续往不正确的道路上走下去, 那你会损失惨重。 老天对你所有的安排, 都只是为了救你。 这, 就是人生的现实。 老天给你一点甜头, 就是为了眷顾你。 圈中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同行, 二十来岁就通过自己的能力, 赚了上百万。 可以说, 他已经拥有了很多普通人, 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财了。 有一次, 我就问他, 你如此年轻, 就赚了上百万, 可真是才华卓越啊。 他只回了我一句话, 如果我出去打工, 那我最多只能赚几千元一个月, 要想存款上百万, 基本就不可能了。 正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有所成就。 这, 并不是我能力的问题, 而是命运和老天的安排。 对此, 我特别钦派, 不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 能够有自知之明。 如此之人, 该他赚钱。 人, 就是这个样子。 总是心比天高, 那他就会特别倒霉。 反之, 他有自知之明, 那老天就会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尝点甜头, 有所成就。 所以说, 人, 不要有心比天高的想法, 他是活好每一天, 那好运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老天在你危急的时候拉你一把, 就是为了救你。 老天, 为什么会让人处于危机当中? 就是为了考验人之品性, 是否值得拥有更好的一切。 老天, 为什么会让人置之死地而后生? 就是老天知道他, 通过考验了, 所以就来拉他一把, 让他可以转危为安。 所谓危机, 就是有危险的因素, 同时还有机会。 当然, 在危机中沉沦, 那他的人生就毁了。 而在困境中把握机会, 那他就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了。 有一位名人说过, 人生没有绝望的处境, 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 人不该出现绝望的心思, 人也不该对未来失去希望。 要坚信, 老天会在暗中帮助我们, 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助者, 天助志。 好了,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 天道酬勤, 要记得,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 福气满满, 财气满满, 身体健康又逍遥,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